被警方从西定河抓回来的47岁流姓男子 26号清晨潜入成功二路一间民宅偷东西 却意外惊动外出返家的屋主 窃贼情急之下 竟然从后门跳入西定河中 还躲在寒洞内 警方获报立即在西定河的四周 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捕 没想到才尾捕不到五分钟 就听到河中寒洞传出好几声 男子说好臭好臭的声音 警方最后寻的声音将流姓男子劝出投降 没想到刚开始搜索不到五分钟左右 就听到河内的寒洞中传来说好臭好臭的声音 那我们远警赶快跳入河中 且将流贤劝出寒洞 警方调查窃贼的身份 流姓男子是毒品的通缉犯 发现他还涉及辖区的良寝窃盗案 这次刑窃不成 以为躲进寒洞 可以逃过一切 最终还是敌不过水沟的侧位 只能够乖乖束手就擒 记者黄绍铭采访报道